然後並且記錄完畢之後的話 也可以把資料幫我寫入到哪裡呢 寫入到這個地方 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的貸款金額 假設是我今天貸了1500萬 那這個單位特別注意 這個是1500後面萬 所以你知道說 在城市撰寫的時候自己要把它怎樣 乘上1萬 不是說這個1萬就是1萬 這個格子裡面只有填1500 所以城市裡面計算的時候一定還要再乘上1萬 那利益率的話 這地方我們是給比如說2% 那這邊百分比一樣 你填路上到這裡面只有2 那百分比的話 你自己還要在後面城市做一個動作 不然的話接收到的還是2 不是2% 那貸款的年限的話 假設到20年 那我這邊的需求是這樣 我第一個要先建立一個表單 第二個按下開始計算的時候呢 他可以幫我把這邊每個月償還金額 跟長環利息 都算出來 並且幫我怎麼樣呢 把 這邊的5個資料 也在填路到12345 OK按開始計算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這邊就新增一筆了 那我們按下重新輸入的話 就可以把這邊都清空 按下重新輸入 有沒有 重新輸入了 那這個地方呢又可以重新 比如說我再帶2000萬好了 那我的利息是 1.9 那年限的話假如是30年的話 按開始計算 這邊又出來 那你會發現這邊按下開始計算 其實他就處理三件事 1.把每月的償還金額算出來 2.把利息 償還金額算出來 這個利息償還金額實際上 就是 等於是你的 總繳繳的 這個利息 這個繳給銀行的 再扣掉什麼呢 你總共貸款的金額 就是你繳的利息 然後呢把 1.2 算出來之後 3.再把資料 填上去 那資料要填上去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我怎麼知道現在位置 是在哪一筆資料 我要剛好填到這個 這一筆資料的位置 上面 並且一個蘿蔔一個坑包填上去 這個是這一題的設計的一個大概 那最後這邊有個按鈕 新增到資料庫 比如說呢 我做完之後 OK我這一筆資料 把它新增到資料庫 把它 記錄下來的話 那我 這邊就多一個按鈕 新增到按下去之後的話 那當然前提是第1個 你要新增一個什麼 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呢 我們可以用 不用練習的話 S資料庫 那S資料庫 有個資料庫之後 裡面會有資料表 資料表必須一個樓 也是一樣 上面要有5個欄位 你要把這5個欄位資料 怎麼樣 放到裡面去 OK 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流程 所以首先的話呢 我們逐步來看 第一個 我要如何新增 一個 表單 一樣 在什麼 開發人員裡面 對不對 然後呢 找到Visual Basic 這個部分 大家應該用了 已經算一個學期了 應該這個地方都找得到 而且開發人員怎麼去把它打開 我想應該也沒問題 好 首先的話 各位可以打開之後的話 那我要怎麼新增表單 各位特別注意 在 你們的專案裡面 理論上應該是 不會有表單這個東西 那底下這個是已經完成 會有個表單的資料夾 所以呢 我第一次如果說完全沒有表單 的狀況下 要怎麼要新增表單 這個跟新增模組一樣 各位可以在你們的那個問題 實際上方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呢 前面是不是有個插入一個模組 上面有個叫做自訂表單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跳出這個一個自訂表單出來 那我們逐一的在上面做一個佈局 各位可以看到工具箱對不對 這工具箱呢 如果不見的話 沒關係 上面這邊有一個工具箱 按下去就出來了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哪邊呢 從檢視裡面也有工具箱 那這個工具箱裡面呢 就是 可以讓我們去佈局 比如說呢 我們從那個 我剛剛給各位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